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猪 这两天真的是特别忙啊 前两天是一直在赶制突关磨合 昨天又做了一个广汽传奇的磨合 然后今天这终于可以给那个威巴领继续改了 对啊 吊棍已经做一天了 做一天那个吊棍的框架了 现在准备要改版了吧 对 咱们又来车了 是啊 又排上一个车 又来了一台黑色的威巴 新时代 长州终顶 哎呀 这活儿真是源源不断的 还得修插牌 还得修插牌 你可太逗了 这是又新接出来一个吗 不是 这个原来是在地鞋当了的 结果它不好用了 这一天活儿太多了 手已经没劲了 手脖子锁了 眼皮也长 长真压了 估计是啥说崩溜眼里东西上磨的 看看 这个就是那个威巴里人要做吊棍的板呗 对 这是高哥自己选 不错嘛 这个颜色 感觉很干净清亮啊 咱们上车上去看看那个吊棍的框架去 哎呀 这框架都固定完成了 框架固定完了 再贴会儿了 它这个是三面的棍 就是把后面就是包了一圈 你看 里面那侧是 掉棍是比较长的 这面是只做到中门那块 做了一半 后面是一个整体的 这看 估计包完版的时候会非常的好看 我爸现在又在这儿量那个板子 边边夹夹这个形呢 看 做这个形 做那个弧形啊 对 好像板子 嗯 这个叫什么来着 这个 嗯 嗯 这是KT板 要没有这KT板是不是还挺费劲的 对啊 这个搅拨搅拨剩下就不要了 是啊 做个样板好久 看咱们现在厂房里停的车 这袋黑色的就是今天新来的 嗯 车主大哥也是非常长的 非常的信任大坤 早上来了之后 把车放着交代两句 然后就 走了 坐车又回 回家了 上一句说了 抓紧干活吧 整的咋样了 在屋里听着拿那句图图半天了 哎 全是菊末的 哎呦 天哪 这衣服造的啊 一身菊末的 哎 挺好看的 颜色还不错 啊 感觉跟这个车的颜色特别搭配 怎么这么一看嘛 嗯 什么颜色都可以 对 之前那深色的也挺好看 所以这个板子既然造出来了 坐上都漂亮 板厂居然生产这个颜色 说明是有存在的价值 对啊 怎么做它都好看 这不是每日喜欢东西不一样 对 你喜欢什么颜色 就买什么颜色 看看是不是把板厂居然淹死了 那必然的呀 看上里头 哎呀 挺带劲呢 这别别假假的啊 一点缝都没有啊 颜色 颜色 嘎嘎颜色 挺带劲 这个板先不上了 要把里边的板上完了 嗯 再再上 嗯 为啥呢 就里边的好划线呢 上那块那样的做那门吧 啊 这个合适的拿来的吧 成的崩了边 挺好 这个就完成了吧 这是一个成品了 完了之后先卸下来 一会再按啊 都不需要修 直接就是合适的 哎呀 可以 看看里面 这柜体基本上下门都完事了啊 就差侧板和中间的隔断了 还有门啥 整挺快 而且整得非常的晚着 这一张几张满了 用了一张满了 嗯 一张多了 一张多了 它这东西吧 就是你不管打棍 吊棍也好 床也好 嗯 就瞅着不起眼 咱们抬榜的时候 感觉一张榜挺大的 对啊 实际上这玩意 就是不管干啥 做啥东西 它都是这个榜 用的挺可快的 嗯 一个考虑横纹竖纹 一个是要这个套着下料 嗯 就是实际上看起来 最后比如用了五张吧 感觉哎 怎么才一 感觉也就两张呢 嗯 实际上 其实挺废料 对 实际上就是这样 大家买这个料的时候 不能按照面积算 哎 是不是小家具比较废料 大家具不废料 嗯 大家具废料 大家具废料 小家具不废料 啊 对啊 你有大面积的东西 有一张板是一米二乘两米四的吧 一米二乘两米四四 那你有一块 一块大的桌面 嗯 那你这一张板可能只能处一个桌面 啊 对吧 那你要做小板垫的话 那就可能横着竖着切都可以 嗯 准备下班了 今天加班加到挺晚的 快八点了 现在三三 嗯 挺带劲 就问你杨不杨丝和缝是吧 那必须杨丝和缝啊 这一点我毋庸置疑啊 看看 非常的带劲 老漂亮了 现在这头看一下 柜门都做出来了啊 不不不 柜门的窟窿做出来了 嗯 那我要上车 你从中门 这是从里面的视角 哎呀 挺带劲呢 掉柜吗 很板着呢 一般朋友们老九姐 老九姐床车做不做掉柜 嗯 说那改桌超不超过窗户上 实际上没有明确规定 但是做吊柜的优点就是 能增加楼多储物空间了 对 其实这玩意就看 你想不想改 看 下面那个小螺丝 还用那个小装饰帽给 帽上了 对 省着那个朋友们 在评论区问大坤 这是啥了 啊 给大家 给大家直接说了吧 这个叫静丁 静字的静 啊 静字的静 静字的顶 静丁 静丁 然后有两种 一种是贼便宜贼便宜 几分钱一个的 啊 一种大概是一两块钱一个的 记住千万要买一两块钱一个的 不要买几分钱那个 几分钱那个买回来 直接就扔掉了 质量不好啊 对 所有的螺丝都可以用它来装饰 但是这个东西吧 多了也不行 有很多地方 变成的密密麻麻的哈 对 多了也不行 就是很少 有一排柜子上 有个三四个 就像点缀似的就好看了 但是你要一排柜子 转圈走势的话 就难看了 对 这东西一定要搭配好 然后相当有的螺丝眼 像这个底面有螺丝 咱们还有另一种装饰盖卡给它贴平 是吧 就可以了 行 完全吧 正常来说完全可以 没有螺丝眼 但是这个吊棍为了安全和这个结实起见 后来我就眼睛了一下 还是用了明螺丝 但是咱装饰完就看不见了 之前大空有个做法是啥 都是在里面往下用螺丝 但那样的话 你如果装个沉东西 比如装个煤气罐 可在吊棍里 这个兜力没有这么大 这个是比较结实的 你这个上面装任何重物 或者挂一个秋千 小孩在这打秋千都没事 咱那个吊棍是非常非常结实 而且没在车上焊任何东西 因为下午车主高哥来了 比我大不了几岁 我们属于同龄人 然后眼睛了一下 说这个吊棍怎么连接 然后他的意思是想 以后可能要捡车或者什么 要拆除 咱们就是这边一个点 这边是两个点 那边三个点 都是活的呗 一共是几颗M8的螺串 连接到原车的孔位上 一个孔子没挡 用那个拉麦罗膜 拉上之后 然后拧到原车的梁上 这个找这个螺丝定位 也非常难 这个吊棍 吊棍其实挺难的一向 因为它在上面 整个到处都是异形 然后你还要找那个连接点 它不像你给那个椅子 焊个框架是不是 就直接焊完之后 在那个穿透板巾 然后拧 拧穿螺丝就行了 对呀 所以吊棍还是挺难的 行了 今天就不白乎了 就这么 就说这么多话了 眼睛也迷了 手脖子也锁了 完了 晚上饭还没吃呢 赶紧回家吧 还有一大堆网友的 微信没回呢 哎呀 我还有老多评论了 私信没回呢 快走 回家吧 下期见吧 朋友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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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